在大家欢度元旦假期的时候 也有不少人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就在沪昆高铁云南段 目前有数千名工人还在建设一线 以确保沪昆高铁春节前全线通车 向他们致敬 位于云南昆明市城贡新区的昆明南站 是沪昆高铁的终点站 记者在这里看到 三千多名工人正在紧张施工 对外墙及室内进行装饰装修 对一些设备进行安装调试 而在距昆明200公里外的 区境市马龙县高铁施工现场 建设者们正驾驶大型铺轨机 进行轨道铺设 沪昆开张预计2016年5月中旬 完成前线普轨 7月底具备连条连事 11月达到开通条件 沪昆高铁全长2264公里 设计时速300至350公里每小时 也是我国东西向线路里程最长 经过省份最多的高速铁路 年底全线开通运行后 云南省也将迈入高铁时代 并入全国高铁网络 届时昆明至上海的通行时间 将由目前的40多个小时 缩短到10小时左右